ا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真如是你们的保佑者 他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当时 先知把一句话 秘密的告诉他的一个妻子 他就转告了别人 而真如是先知知道 他的秘密已被泄露的时候 他使他认识一部分 而隐误一部分 当他既泄露 告诉他的时候 他说谁告诉你这件事的 他说是全知的彻知的主告诉我的 如果你们俩向真主悔罪 那么你们俩的悔罪是应当的 因为你们俩的心已偏向了 如果你们俩一致对付他 那么真主却是他的保佑者 吉布雷里和行善的信誓 也是他的保护者 此外 众天神是他的诱助者 如果他修了你们 他的主或许将以胜过你们的妻子 补偿他 他们是顺主的 是信道的 是服从的 是悔罪的 是败主的 是持斋的 是在交的和出轰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单位自身和家属 而预防那以人和食为染料的火星 主是火星的是许多残忍和严厉的天神 他们不违背真主的命令 他们执行自己所犯的命令 不信道的人们啊 今日你们不要托子 你们只受自己行为的报酬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向真主 诚意悔罪 你们的主或许 免除你们的罪恶 并且使你们入夏林祝和的乐园 在那日真主不凌辱先知 和与他一起信道的人们 他们的光明将在他们的前面和右面奔驰 他们将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完成给我们的光明 求你奢佑我们 你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先知啊 你当与不信道的人们和违信的人们奋斗 当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 他们的归宿是火狱 那归宿真恶劣 真主以努哈的妻子和卢特的妻子 为不信道的人们的引荐 他们俩曾在我的两个行善的仆人之下 而他们俩不忠于自己的丈夫 他们俩的丈夫 未能为他们抵御真主的一点刑罚 或者将说你们俩与众人一同入伙狱吧 真主以法老的妻子为信道的人们的模范 当时他曾说 我的主啊 求你在你那里 为我建筑一所房子的乐园 求你拯救我脱离法老和他的罪行 求你拯救我脱离不义的民众 真主又以易姆兰的女儿 为信道的人们的模范 他曾保守征操 但我以我的精神吹入他的体内 他信他的主的言辞和天经 他是一个服从的人 未经许准和经历 华与伦 也许准